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安妮·海思薇的电影《一天》 故事开始在1988年的7月15 大学毕业的男男女女喝的都醉醺醺 大爷妹和十分不熟悉的男同学回了家 叫她花心男吧 两个人干柴烈火,仕途大和谐却失败了 相用而眠 一年后两个人已经是好朋友了 而花心男去印度,女主去伦敦 1990年,大爷妹在伦敦过得不开心 会给花心男打电话,诉苦求安慰 而花心男在巴黎潇洒 91年后花心男回到了伦敦 两个人的关系依旧友达以上,恋人未满 大爷妹面临现实和理想的工作上的抉择 92年的花心男带着大爷妹去出国旅游散心了 两个人为保持纯洁的友谊,约法三章 却在后来一起裸泳睡觉,违反了所有章法 两人在酒吧互诉中常后,在游泳的时候把话说开了 彼此对对方都有心动的感觉 但观念上花心男比较开放,大爷妹比较保守 这些不同是两个人没有决定在一起 93年的花心男已经是电视台主持的名人了 而整夜狂嗨醉酒之后,却会给大爷妹打电话 94年的花心男沧桑了许多,他妈妈病得很严重 她带来了大爷妹的小说作为礼物 而花心男的工作和家庭关系上都是一塌糊涂 给大爷妹打电话,大爷妹晚上有约会没有接 对方十分不完美,大爷妹却还是尝试了 而花心男脆弱的给大爷妹打电话一直没人接 95年到了,大爷妹当老师和相声男朋友住在隔壁 花心男回到了混乱的电视圈 妈妈去世了,交了个白痴女友 却在内心超级需要大爷妹 大爷妹晚上看花心男的节目 为好朋友真心高兴 96年,大爷妹和男朋友不嫌不淡 晚上去参加花心男的派对,两个人有些生疏 路越来越远了 三年没见,起了争吵之后终于把话说开了 花心男过得很痛苦 大爷妹和不爱的人在装修一半的房子里也很不如意 而彼此却不是那个可以贴心讲话的人 大爷妹提出了绝交 花心男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内心 不愿放开大爷妹 可是大爷妹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 我非常爱你,只是不再喜欢你了 对不起,转身离开 97年的大爷妹一个人游泳 98年的花心男面临解雇 99年的花心男在女朋友家受到嘲讽,挨骂 大爷妹分手的前男友喝酒之后来她家闹 偷看她的诗 最后两个人和平分开 2000年,大爷妹在别人的婚礼上碰到了花心男 她带着那个差劲的女朋友 两个人在空闲处闲聊 在楼顶喝酒 花心男要奉子成婚了 两个人心情复杂,但无法改变现实 01年,花心男的孩子出生了 她去连锁餐厅的基层工作 会在公交车上累得睡着 晚上,妻子去婚前派对 花心男在家带孩子 妻子却在外面给花心男头顶种了一片草原 03年,大爷妹的书畅销了 而花心男却离婚落魄了 两个人在巴黎见面 而之前两个人在喝醉后度过了一夜 花心男想向大爷妹告白 但大爷妹已经有男朋友了 花心男面对这一切决定第二天早上回去 大爷妹和男朋友在一起却追了出去 和花心男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瞬间 想要不顾一切地追出去 04年,两个人决定要结婚了 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05年,前妻把女儿送过来一天 大爷妹想要一个孩子 06年,大爷妹仍然没怀孕 这使得她很烦躁 两个人约了晚饭 大爷妹却在赴约的路上出车祸死了 07年,花心男自暴自弃 爸爸开导她 我认为你现在最应该做的 是像大爷妹活着那样生活 08年,花心男再次经营咖啡店 回忆起88年一起睡觉之后的那个早晨 两个人一起在山坡上散步,赛跑 2011年,花心男带着女儿来到那个小山坡 回忆起爱情的开始 简简单单,甚至有些直白的解说 根本表达不了电影中的点滴 小编承认自己的文笔不行 但是这部电影真心推荐 多少人兜兜转转,最后不在一起 就是遗憾的错过 像电影中这样,简直就是绝望 人能有几个二十年可以凑脱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了,我们下期不见不见 ? Tekin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